5月1日,江西上饶河阳白沙洲湿地公园,轨道游览车将白孔雀碰压致死,引发网友误误。 视频中,一只白色孔雀被姑娘儿童轨轨回碰压,游客一片幸福。 湿地公园工作人员5月2日表示,事发前,很多游客把孔雀的毛,孔雀没有地方躲藏,飞到了轨道上,却被孔雀车碰压致死。 游客量太久了,把孔雀车碰压一下,还去拔他的毛,游客常常在拔前的毛,跑到轨道上,然后轨道刚好开车,然后加上轨道。